正在狐疑 连颂已经走到身边 一走近 连颂就笑盈盈朝我眨了眨眼 然后伸出双手 手心朝上特意在我面前晃了晃 又故弄玄虚地说 帝君 看好了下一刻 双手一翻 双手是只指甲被涂了十种不同的色彩 竟然真的被连颂说服了成语给他涂指甲油 连颂就为了这关特意故意让我停下来 正在狐疑 连颂又得意地冲我笑了笑 问 怎么样 帝君 看着连颂 问他 连颂 是你想涂指甲想风了 还是成语迷糊了 连颂脸色变了变 不悦地说 帝君 你怎可如此瞧不起我 认真端详了十只指甲 颜色涂得还散均匀 确实不像连颂自己涂的 连颂极少出现这个堕瑟模样 每次出现这个表情 都同成语有关 问 你是怎么哄骗成语给你上色 连颂择了一声 郑重地说 帝君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我对成语可是一片真心 天地可见 日月为正 帝君 你看我这可是两只手 食指都涂了不同颜色 怎么样 比起你的一只手五只手指 强多了吧 昨日小白说青秋的风俗 新娘成婚前一晚不能同新郎见面 所以小白五月初五要回青秋 成语同小白情同姐妹 肯定要同小白回青秋 连颂答应了自己要在五月初六主持青云殿朝会 便不打击连颂 看着他 回应 图得不错 连颂的意的笑了笑 说 其实这也是托帝君的福 不然成语也不同意给我图指甲油 怎么成语给连颂图指甲油同我有关 一脸茫然地看着连颂 狐疑地回应 哦 连颂一边摇着折扇 一边解释说 昨日 帝君不是有意让我主持五月初六的青云殿朝会吗 我点了点头 回应 嗯 连颂继续说 昨日下午 我去寻成语 本来想要同他说 我五月初六主持完青云殿朝会 再直接去碧海苍林 怎知道 成语跟我说 他要五月初五就同凤酒回青秋 他告诉我 侍凤酒告诉他 这是青秋的风俗 新娘成婚前一晚不能同新郎见面 帝君你可以知道 这个风俗昨夜小白就同我说了 我点了点头 诗语连颂继续说下去 连颂见我知道 忧愿地说 帝君 你明知道这事 还故意让我五月初六主持青云殿朝会 害我错失了同诚意在青秋享受良辰美景的结佳机会 看着自负的连颂 淡淡地说 你怎知成语会舍弃同小白说悄悄话的时机 儿童你约会 连颂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 我们在九重天 长期生活在三清幻境 而青秋虽然是先见 却分昼夜 我只不过想同承郁赏赏夜景而已 看连颂一副失落 我安慰他说 承郁跟小白下青秋本就是为了谈心 你却会让承郁脑弄你而已 连颂点了点头 又说 这段时间 只要我同承郁商量 我同他一起去青秋 以奉酒的娘家人送嫁 承郁就会不耐烦 所以昨天下午 我跟承郁说 除非他给我涂指甲油 不然我就非要跟他下青秋不可 所以 话必 连颂嘴角露出一个狡黠的笑意 连颂本就答应我去主持 五月初六的青云电朝会 竟然还骗承郁 连颂果然不是一般的面皮厚 所以 承郁被你缠得没办法 就给你十只手指涂指甲油 连颂看着我 得意地点了点头 又补充说 昨天下午 被承郁牵着手 吐指甲油时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我想我是真的体会到 帝君说的 闺房趣事的深意了 说着 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似乎还在回味 被承郁牵着手 吐指甲油的情景 连颂的闺房趣事 就仅限于吐指甲油罢了 难不成 承郁还愿意和他 有进一步的发展 连颂自诩是秦盛 若这样也能成秦盛 那他这个秦盛 也未免太弱了些 就拿短刀为例 既能是常见 又可以是短刀 还能发暗器 又能变身厨具 但连颂有没有想过 承郁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连颂也无法 真正走入承郁的内心 就同当时 我非要入主级风院 厚脸皮的要求 小白伺候我起居那般 但小白对我的感情 比起承郁 对连颂可要有 感情基础的多 起码小白给我 吐指甲油 可是自发的 连颂这路 还远着呢 哄承郁给你 涂个指甲色 就让你这样嘚瑟 你秦盛的外号 就是这样得来的 连颂看着我 好奇地问 帝君 那你同凤酒 可还有什么 别的闺房趣事 能不能同我讲一讲啊 能说出来的闺房趣事 就不是真的 意义上的闺房趣事 我自然不会同 连颂这听宫八卦之冠 说起我同小白的闺房趣事 丢了一句没空 我要回去给小白 准备坐堂醋鱼了 转身往太陈宫走去 连颂这样就哄了成欲 而昨晚在水镜中 看到的一幕幕 再次呈现在脑海 田径的水镜里 一个魁梧身影俯身 如同享受世间滞味 品尝隐漠在雪白中 那朵带着幽香的 粉色圆形花蕾 身旁焦躯颤抖不已 洁白的背齿 用力地咬着下唇 似乎下一刻就会出血 画面中的女子 正在极力掩饰 自己内心的悸动 屋顶灵灯将水镜中 浅浅的画面 照得无比清晰 甚至连肌肤逐渐渗出的 细小汗水也看得清楚 晶莹的汗珠被明亮的 灯光照得闪闪发亮 那张熟悉的小脸变得通红 下一刻 一声低音声 伴随一阵颤动 出现在画面之中 水镜中的那双美眸 弥漫羞涩和惊讶 强烈的羞耻感 令人想要转移视线 但从未有过的兴起感 又无形中 促使彼此时刻 关注自己的反应 四目聚焦在那间 血色上衣的 衣角处所掩盖的隐秘之处 朦朦胧胧地看到 水镜中两个俊美般配的人影 逐渐重合在一起 一点一点的紧扣 直至直入最深处 相手交错 舌尖缠绕 竭力撕磨 摇曳颤抖 胶喘有浅极深 有缓而急 直至悠扬的长吟 啊 随即一阵温热自丹田油然而生 灼灼的目光被密所揉碎 分离成片片零碎 而不失热切的眼神 一旦回想到这里 脚步步由自主地加快 瞬间回到太陈宫 才回来的太陈宫 便被一种香甜的气味所吸引 这种香甜的气味很熟悉 似乎是在哪里闻到过 能做得出这样的香气的美味 除了小白 还会有谁 寻着香味 一直来到了香气的源头 竟然真的就是自己的书房 还没有走进 便听到一阵欢声笑语 听着说话的声音 来访之人正是陈宇 我同小白回来的这几日 承宇一连来了三日 他同小白就有这么多话可以聊吗 前两日承宇是为连宋 以新娘家身份送嫁的事而聊 昨日承宇答应了连宋的要求 给他图纸加油 连宋也答应承宇 他不会跟他去清秋 以娘家身份送嫁 这次承宇应该心愿意了 应该没事可聊才对啊 怎么还待在太陈宫书房呢 究竟在聊什么 我得听他们聊什么 怎么听他们的聊天境 似乎承宇还没有想要离开意思 才靠近书房 就听到承宇和小白的对话 小白 承宇 连宋此次同意了不跟你去清秋 你就放心了吧 承宇 别提那浪荡公子了 对了 碰角 你这糕点的味道可真好 我还是第一次尝到这么美味的糕点 果然 这香味就是小白做的糕点的气味 小白做的糕点 竟然先给承宇先尝了 心中不由地不悦起来 小白 好吃吧 嘿嘿 好吃的话 你就多吃 承宇 算了吧 你特意给帝君做的 吃完了 帝君没得吃 肯定找我麻烦 那可怎么办 小白 怎么会 帝君不是那么小气的 承宇 还是算了 而且我不想吃太多甜食 过两日就是你大婚 我可不想要在这两日尝肉 小白 哎呀 承宇哪里会长肉 你的身材分明好看着呢 你没有看到连松每次看你的那眼神 苏都苏死了 承宇 你还说呢 你说的应该是你家帝君看你的神情吧 帝君还小白 小白的喊 小白 有骂 帝君平日也是这样叫别人啊 承宇 还说没有 帝君平日换别人都是直呼其名 而且语音语调都是这样平稳 而换你呢 没了语调都是直线上升 听着就不一样 我平日竟然这样叫小白的 为何我没有发现呢 小白 嘿嘿 现在帝君不换我小白了 承宇 那他换你什么 小白 帝君现在一般换我 承宇 换你什么 小白 就像平常夫妻那样换法 承宇 帝君换你娘子 小白 不是 承宇 夫人 小白 恩恩 承宇 帝君换你夫人 那你换帝君什么 夫君 小白 本来我应该换帝君夫君的 烂 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喊不出口 承宇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就是一个称呼吗 小白 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我还是喊不出来 承宇 那你就趁着帝君睡着的时候 在心里默念几遍 这样喊着喊着就习惯了 小白 诶 承宇你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今晚 帝君睡着了 我就是一下 看看能不能换出来 对自己的夫君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金承宇这样开导 小白应该可以打开心间了吧 今晚 等着小白换我夫君 这么甜蜜的一刻 小白 我不能保证自己会不会做出表达自己内心激动的甜蜜举动 承宇 登 你肯定可以的 小白 登 还有明日 后日就是我同帝君的大婚了 这几日 帝君都好疲劳的样子 承宇 方才听你说帝君还要操持你们婚宴之事 那他肯定累啊 过了这几日 应该就会没有那么累 你就不必为他担忧了 小白 但我总觉得帝君似乎还了一些事烦忧 这几日他总是皱着眉 承宇 帝君皱着眉 小白 登 对啊 你知道那是为何吗 承宇 登 你是帝君最亲密的人 你都不知道 我哪里知道呢 小白 我觉得自己做的一点都不好 连帝君为什么而忧心都不知道 小白 你已经做到很好了 在阿兰若之梦的时候就告诉你了 出梦后 凡事有我 你只管安心嫁入太成东即可 承宇 凤九 你就不必为帝君返忧了 帝君是天地共主 这四海八荒需要他的地方很多 多些忧心事 那不是正常吗 小白 登 你说的对 所以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给帝君做好吃的 让帝君每日都是精神饱满 才可以更快更好地处理这些事 承宇 我觉得你最应该做的 应该是给帝君生个像阿黎这样的 通明灵力的孩子 小白 啊 承宇 恩 不然呢 小白 可我觉得我现在才三万岁 不急着生小狐狸仔 承宇 你想啊 你虽然只是三万来岁 但帝君不一样 他肯定想要早些有自己孩子 毕竟帝君都三十六万岁了 承宇竟然成了说服小白 早点和我生小狐狸仔说客 这样也好 承宇说 应该比起自己跟小白说 管用一些 小白 可帝君还没有遇到我之前 他就已经三十六万岁了 他之前也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不是吗 小白 那怎么能一样呢 没有遇到你之前 我都根本没有想过要同期太人成婚 更别提要自己的孩子了 但遇到你之后 我采取了想要成婚生子的念头 承宇 太子也华 还没有遇到你姑姑白浅上神时 盛传她不尽女色 但你看她遇到白浅上神后 整个性情大变 小白 所以说 你觉得帝君遇到我之后 也是性情大变 承宇 我说的大变 只是说他们在对待自己心爱的人 会特别异于别人 不是对所有人都性情大变 小白 恩 听你这样分析 确实很对 承宇 我的看人还是看得蛮准的 小白 那承宇 你觉得连颂对你是不是也是很特别 承宇 怎么说着说着 又聊起那浪荡公子 小白 你老是聊帝君 也该聊聊连颂啊 承宇 聊他 他有什么好聊的 我看这天色不早了 帝君怕是要回来了 我还是快些开溜好了 小白 那么快就要走吗 承宇 恩 明日下午我来寻你 我们一同回青秋 小白 好 就这样说定了 承宇 那我就走了 小白 你带些糕点回去吧 承宇 不必了 搞不好 帝君知道又要吃醋 我走了 小白 登